好的 接下來我們邀請的是 台灣維新的代表蘇煥智先生進行聲論 今天感謝這個中華辯論協會來舉辦這個活動 但是這個活動其實 第一個我們應該要共通抗議的 就是小英總統 那麼在他的執政裡 竟然不舉辦政黨的 公辦的政黨電視辯論會 我想這是一個反民主的作風 也是標示著蔡英文 蘇貞昌 在你當權的時候 竟然不辦政黨公辦辯論會 我想這個是應該要譴責的一件事 那麼第二個 坦白講我不是很想組一個政黨 大家都知道很辛苦 但是為什麼台灣維新不得不籌組 其實關鍵就是整個台灣 二十多年的悶經濟 到現在沒有解決 那麼整個社會也不集中來討論說 為什麼台灣這個二十年的悶經濟 問題在哪裡 那麼不只是這樣子 科技變遷這麼快 每個人都活得很辛苦 台灣的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 到現在沒有建立 那麼所以我們不得不跳出來 籌組這個政黨 坦白講今天韓國瑜要選市長 他說高雄又來又窮 當選了市長之後 那麼他現在要選總統 可是高雄各位想想看 高雄那麼多空屋 十塊月幾兆的收入 政府稅收多少 可是這稅收全部是中央拿走的 作為一個高雄市長都沒有站出來說 為什麼這個空屋這麼嚴重 稅收都沒有留在高雄 各位 這個就是台灣維新第一個要推出的 現在的企業稅所得稅 通通是中央拿走的稅 這是一個中央獨裁極權極稅的體制 有民主投票可沒有實質的地方自治 每個地方苦哈哈對不對 韓國瑜如果要選總統 就是公開宣示 所有的企業稅 工廠稅 所得稅 一半留在地方 讓地方有錢 有財稅 那麼這樣子才能夠振興經濟 台灣搞了幾十年的社區總理營造 如果沒有政府的補助 所有的社區總理要中得 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地方通通沒有稅 沒有裁員 對不對 所以打破中央極權體制 台灣的地方經濟才能夠振興 還有怎麼建立一個完善社會福利體系 那麼實力還有各政黨也都很認真在推 我們就拿居住正義來說 為什麼台灣100多萬戶的空屋 不科空屋稅 對不對 空屋稅一科 台北市政府科批 在台北市為什麼不科空屋稅 一科馬上有效果啊 還有為什麼租金亂調 為什麼不訂租金管理條例 那麼台灣維新之所以站出來 因為不得不台灣要大改革 就是台灣維新 謝謝蘇煥智先生 接下來我們請時代力量的代表